与其说它是跟环境跟生态有关系 倒不如说跟我们人的一个情感是有关系 是我们跟自然之间如果和谐的在一起 同时又可以好好利用自然的一个管道 天安兰是以自然的成分为原料 在不添加人工色素香料的前提下 解决染布等手工艺 天安兰专家廖伦光提到 这样的手工艺是遵循古法 而且会因为地区生活环境不同而有所变化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今年去澎湖西鱼的二侃 他们晚上要去补丁香鱼 丁香鱼在晚上是黑西妈妈觉得很安全 你开店一照它它吓一跳 它要快要跑 这时候你的网织就不能用黑色 你就要浅色的网织 那鱼以为那边是空气 就钻进去 背了这个技术 他们就专门的开发了 用蛋白或者是用铜油去染那个鱼网 染了又柔软 那鱼就不会觉得是怪物 而且颜色又刚刚好 虽然所有天然原料都能作为染料 但不是每一个都适合 传统染布师傅会挑选对人体最友善的自然资源作为材料 而廖仁光透过田野调查 得知哪些元素最有益身心 并承袭古法 呈现这些快被取代的记忆 因为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我们不管是老人家 再来是我们看一些古书 古道文献 做记载哦 记载这些染料对身体帮助也很好 像你染这个东西 铁质不错 对皮肤不好的染料 不管是动物的矿物植物的 传统上或是一些相见的一些老人家 曾经会染布的 他们不会拿这个东西来染的 很简单对皮肤不好 提及日后发展 廖仁光希望能够继续钻研 收集各地不同的天然染技巧 并且开设工作室 让更多人认识 天然染真相兼顾自然环境 以及本土情怀的传统艺术